今天你出來講減辣 你出來講了一番話 你聽了聽了 你採取那個態度 你都是說 那些議員可能都是良好的議員 但可能效果就未必良好了 你這個定位 為何會這樣說法呢 你真心覺得 還是覺得這樣沒有那麼 劍拔露章 不是不是 我很相信人是性本善的 一定是個個出發點 沒有什麼特別的evil intention 當然是想做好一點 為人民服務 更加令市民可以得到好處 你就為人民服務了很多年 在政府的工作 你早進入政府工作 你年紀大 你資深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你應該是 胡寶珠 我們在中環雲涵街那裡吃飯的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的印象很深刻 他說這個剛進來做A-1 不是吧 這麼突然的 我八二年才回到香港 八二年應該是八二年 八二年回到香港 可能八三年 八二年才開始 八三年 八二年才開始 可能八二八三年 那時候我在余嶺 那你做了這麼多年 這一屆政府到2017就完了 你有沒有心理準備說 退休了 有 我想想過 之前都想想過 退休了 之前多久 六一年 這次是否想想 還是真的決定會退休了 應該都退了 還有一點點餘地 如果萬一需要都可以不退 我不可以去做拳手 年紀太大了 不是吧 你都沒試過年輕過 你經常都有鬍子 哈哈哈哈 那或者這樣就可以有個好處 應該是 哈哈 如果真的這個香港很需要你 你留下吧 不要退休了 繼續做吧 你會不會繼續做 不會的 沒有人真的說 是不可以代替的 就是你做這麼久 你都知道 不是 是沒有人不可以代替 但是人家是要你留下 就是留下吧 FS 留下吧 胡蘇貞 真的有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有八十萬的公投 說要你留下 我們做這行 不會回答假設的問題 哈哈 當你不想回答的時候 就用這招 哈哈哈哈